谈天说地 博古痛金 接下来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老杨为你讲的 那些玄乎的事情 上文书咱们讲到 这庄稷夫妻 得知大闺女会说话了 很是高兴啊 可听说孩子看到了 不干净的东西后 心里又没理由的紧张啊 他们想起了小梦 刚出生死那个算命瞎子 说的话 一时间也不知道 这小梦 冷不丁的张开口 这到底是福是货呀 不过仅在两天之后 庄稷夫妻俩 又一次被小梦的话 给震惊了 两天后的早上 林一家儿子出病 出病之前 要把尸体抬进棺材里 当时小梦也在场 但看到尸体的时候 他紧张地拉了拉父亲的手 他就是我 那天晚上看到的哥哥 小梦的声音很小 但在场的人都听到了 尤其是那几个班尸体的人 脸色瞬间就变了 手一哆嗦 差点没把尸体给摔下去 庄夫赶紧瞪了小梦一眼 呵斥他 不要胡说 庄母也尴尬地打着哈哈说 小孩子就是喜欢乱说话 让大家不要介意 那几天呢 小蝶生病了 庄母留在家里照看 而小梦则是跟着父亲去送葬 农村送葬 一般要走好远的路 因为当时一个村 基本只有一个大范围的老坟地 离村子还是挺远的 那天还下着雨 泥布路变得泥泞 当时也没有车 所以只能人工的抬关 小梦和父亲在送葬的队伍中跟着 可是路过一个坟头的时候 前面抬关的却渐渐的越走越慢 后边有人问哪 这怎么回事 抬关的人说了 这真是着了鞋了 怎么感觉这棺材越来越重 压得我们哥几个都快喘不过来气了 有人开玩笑是吧 我看你们是想偷懒吧 几个专业的杠夫 难道还抬不起来一口棺材 抬关的人有些不乐意了 所以才说奇怪啊 我们哥几个抬过那么多棺材 还这是头一次遇到这种情况啊 就在这时小梦却说道 是有人在棺材上面坐着 他说你们哪 刚才路过他的地盘 没有给买路钱 小梦这话一出 送葬的队伍瞬间就安静了 庄副也被惊到了 让小梦 这不要瞎说 然而小梦却说 我没有瞎说 那人还说了 不给他买路钱 他就不让我们走 过了一会儿 人群中有人说道 要不试试吧 刚才路过一个坟头啊 好像确实没有烧钱啊 很快就有人拿着一达名钱 活纸 回去在坟头烧了 果然 在那边刚烧完没多久 这边抬棺子就说 哎 这棺材还真的轻了 事后有人说呀 那坟头是个野坟 也不知道是谁家的 子孙后代早就断了 属于常年 没有人烧纸上宫的那种 刚才估计啊 就是没打招呼 借了他的地儿 惹人家不高兴了 后边下葬 樊主家什么的都挺顺利 不过从那以后啊 小梦就在村里出名了 谁都知道 庄家大闺女 能看到一般人 看不到的东西 还时不时的有人 专门找他看事 也就是那时候 庄家夫妻俩才知道 为什么当初算命瞎子 非要让他们 把小梦过计给他 有这样一双眼睛 小梦简直就是 天生吃这碗饭的人啊 不过事情啊 并没有按照 庄家夫妻俩 预想的那样发展 很快小梦 就有一个小神婆 变成了一个村里人 口中说的 不祥的存在 起因啊 是小梦二出嫁的女儿 也就是小梦的堂姐啊 暑假放假回来 因为学习好 在县城上学 所以趁着暑假 庄夫就想让他 给自己家俩女儿 补课 那天中午 庄夫准备了 一桌子菜 把侄女叫到家里吃饭 谁知道小梦 刚进屋 看到堂姐后 立马就跑了出去 这一举动 惹得庄夫是很不高兴 追出去就问小梦 跑走做什么 小梦却哭着说道 我不要进去 姐姐好难看呢 脸上都是血 庄夫被吓了一跳 赶紧去看 结果发现 侄女儿好端端的坐在椅子上 脸上哪有什么血啊 庄夫以为小梦 是不想学习 故意这么说 于是呵斥他 你这孩子瞎说什么 你姐姐学习好 在县城上学 我特意把她 叫到咱家来 给你俩补课的 可无论庄夫怎么说呀 小梦始终不肯进去 庄夫想着 可能是女儿 一时接受不了 徐斯呢 就等明天再补课吧 今儿晚上 先给她做做思想工作 可谁都没想到啊 小梦堂姐 吃完饭回家 没多久就出事了 跟几个朋友 出去玩的时候 被山上的石头砸到了 庄夫赶到的时候 侄女的尸体 被一块白布盖着 把布点掀开 露出一张血淋淋的脸 庄夫回去后 失神了很久啊 在看小梦的时候 眼神就显得很怪异 好像看着一个怪物似的 仿佛有一道 看不见的天前 横在他们妇女身边 让他们妇女之间啊 开始有了距离 从那以后 小梦跟父亲 就很少交流了 父亲对他 也不再亲迷 直到第二年夏天 老家的庄家熟了 外出务工的 舅舅回来收庄家 就顺便来看看 小梦小蝶 这两个外甥女 随之当天晚上 小梦睡觉的时候 突然惊醒了 醒了后就开始 止不住的哭 庄母问他怎么了 小梦说他呀 做了个噩梦 梦到舅舅脑袋 被扎出一个窟窿 窟窿里边 一直往外流血啊 庄母是以为孩子 没太久见着舅舅 产生了陌生感 就安慰他不要怕 这只是个梦吗 上次侄女那件事 庄父并没有告诉庄母 这次又听小梦说 梦到舅舅脑袋上 被扎出了一个洞 他的心立马就被提了起来 一宿都没睡好觉 第二天天一亮 就去了大舅哥家 庄父去的时候 大舅哥家正在吃饭 见大舅哥没事 他的心也就渐渐放了下来 恰好那天大舅哥家 有哥麦子 他就留下来帮忙 中午小梦的舅妈呀 来田里给他们送饭 吃完饭 小梦舅舅说要睡一会儿 睡室就歪到了一旁的 这个麦杆多少 当时庄父啊 并没有察觉到什么不妥 可是很长时间了 小梦舅舅也没有起来 这时候庄父心里 已经有了一种 不好的预感了 庄父赶紧过去看了看情况 推了推小梦舅舅 发现他丝毫没反应 于是不要想把他拉起来 结果伸手 竟然摸到了一滩血 再一看 他靠麦杆剁在太阳穴上 不知什么时候 竟然插了一把镰刀 镰刀的刀尖 把小梦舅舅的太阳穴 扎出了一个洞 鲜血勃勃的往外流啊 谁都是不知道啊 这镰刀怎么扎到他的 也不知道怎么就扎进去的 更不知道为什么扎到后 没有求救 总之 人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 脑袋上有个窟窿 往外冒着血 跟小梦做到的梦啊 是一模一样 庄副瞬间就梦了 回到家又是失神了很久 后来小梦又预言过几次类似的事 也就是从那时初起啊 村里人开始视小梦为不祥 后来 在小梦十二岁生日的时候 已经离开村子很久的算命 瞎子回来了 庄家夫妻俩赶紧过去把这些年 在小梦身上发生的事告诉了他 问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可以让小梦变得正常 这种预言能力 在我们看来可能是厉害的不得了 但说实话 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这是一种不幸啊 身边的人会因为你而发生厄运 你能预知他们的危险 但却救不了他们 这是受罪啊 这是折磨 虽然庄家夫妻俩 是小梦的亲生父母 但对小梦这种体质 也很是焦虑 甚至是恐惧 他们害怕 真的有一天厄运会发生在自家人身上 尤其担心小梦 会因此而受到牵连 算命瞎子告诉庄家夫妻俩 办法 都是有一个 不过不能保证成功 需要一个亲近的人 给他扎个替身 替身上要详细地写着他的生辰靶子 然后找个巨婴之地 夜里过去给替身烧了就行了 这亲近的人渣替身倒是不难 可难就难在巨婴之地啊 庄父也不知道啥是巨婴之地啊 后来听了算命瞎子的解释之后 庄母说他知道 有个地方符合巨婴之地的要求 就是村后边那条钩子 那条钩子 以前打仗的时候是个战壕 死了很多人的 后来政府啊 扩大 修成了一条河 附近人家夭折的孩子走往里边蹦 所以很少有人赶在附近走夜路 而且有不少人呢 说那地方邪性 夜里甚至能听到婴儿的哭声 地方找好了 那接下来就是要准备了 庄父在算命瞎子的指点下 把替身给扎好了 然后又去殡葬店 买了一些童男童女和牛马 夜里的时候 拉着一车指人指马 开始往村后那条钩子赶过去 那条钩子周围啊 没有人家 几乎是附近几个村子 近地般的存在 赶过去 庄父就感觉到阴风阵阵的 那风 仿佛是要钻进人的毛孔眼里一般 给人一种极度不舒服的感觉 当时的环境 让庄父不敢四周张望 一直掐着表看时间 等快到十二点的时候 庄父把车上的替身 还有童男童女牛马 全都拿上了摆在地上 然后火柴一点 那些指人指马 立马就燃了起来 很快便化成了一堆灰烬 被风一吹 零星的火星和灰血 打着穴儿的飞起来 发出呜呜的声响 在当时那种漆黑恐怖的地方 显得十分的诡异啊 庄父看东西都烧完了 一刻也不愿意多待啊 拉着车就往村子方向走 可还没走几步 他突然听到身后 有人在叫自己的名字 那声音不是很大 却给人一种似有 似无 极度飘渺的感觉 庄父全身神经 瞬间就紧绷了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有一种 小回头看看的冲动 不过来的时候 算命瞎子说了 烧完就走 不要多待 路上也切莫回头 但很快 庄父就发现自己啊 始终无法甩掉后边的阴风 那股阴风啊 是越来越近 就好像有个看不见的人 在自己后脖根上啊 催着冷风 他一刻也不敢停歇啊 甚至拉着车大步跑了起来 等到村子啊 一到 已经泪出了一身汗 刚跨进家门 脑袋一沉 就晕了过去 这么一晕啊 庄父再也没能起来 从脖子到脚后根啊 整个人都瘫痪了 只有这脑袋 能稍微活动一下 没几年啊 人就走了 那次烧替身呢 只成功了一半 为什么说只成功了一半呢 因为小梦的阴阳眼 确实没了 他再也预知不到 身边人的死亡了 可是他的天煞姑 行命还在啊 也就是说 他依旧会给亲近的人 带来厄运 对于这种情况啊 算命瞎子也是摇头 说毫无办法 于是为了避免 再把厄运带给亲近的人 小梦从初中开始就住校了 就这么一直到大学毕业 期间是很少回家 有时候一年都不见得回去一次 在学校里也不敢交朋友 别人啊都突然他是自持清高 但殊不知啊 他是因为害怕呀 害怕交朋友 不成 反而还害了人家 一直到毕业 小梦也没有一个衬上知心的朋友 上班后也很少与人交往 大部分时间都混迹在各大论坛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后边呢 才会结识了 那次见面 小梦问我 能不能解除他 跟他妹妹名字的关系 因为后来 他发现身边的人 唯独跟妹妹接触 不会发生意外 他会对这件事啊 非常的好奇 想过去问问 当年给他们起名字 那个算命瞎子 只不过呀 那时候他已经死了 听完了小梦讲这故事之后 我问他 你听说过这个病地连吗 小梦摇了摇头 我告诉他 一镜生两花 花各有定 两朵连在一起 也称童心芙蓉 病头连 是荷花中的珍品啊 养成的几率 仅十万分之一 庄小梦 庄小蝶 瞧瞧 你们双胞胎的名字 多像这个病地连呢 好了 这天煞孤星的故事啊 给大伙就讲到这了 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有什么想法的话 或者是有更好玩的故事的话 可以在下边评论区啊 咱们一块来讨论一下 哎 把您的想法说一说 哎 咱们一块来 这这争竞争竞 这事您还有什么什么看法 好了 在这感谢您的收听 可以的话 把故事分享给你的朋友 点赞一下 也许他也跟你一样 爱听这样的故事呢 好了 朋友们 下集再见 欢迎大家啊 接着收听 老杨为你讲的 东北的那些邪乎事 天文地理 古往今来 神奇的传说 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事件 今天呢 给大家讲一讲 中国四大灵异事件当中的 哈尔滨猫脸老太太的事 哦 也就是本章专辑 那封面上的那一张 九十年代的哈尔滨 有三件事 轰动全国 人人是口口相传 也让这个美丽的大城市 增加了很多神秘的色彩 第一件事的 就是当年王刚说的小书联播 也就是那部著名的 叶姆夏的哈尔滨 这有名到什么程度呢 如果你头天晚上不听啊 第二天同学或者同事聊天啊 你连话都插不进去 这个也顺便插播一句啊 这 我的恩师呢 也是王刚先生 当然不是这位王刚先生啊 是天津的 著名的婚礼主持人司仪 王刚先生 影响中国婚庆的一百人之一 王刚先生 大家可以在百度上搜索一下 这个名人啊 这个姓王的王 然后呢 脚丝旁的刚 看一看这个尊师 他的一些记事 老师是一个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人 第二件事呢 就是几乎所有媒体都报告过的 这个乔四爷的事件 其中啊 各种传奇 什么版本都有 甚至有人说呀 南渡北乔 把乔四啊 和上海滩 当年无冕之王 渡月声势相提并论呢 这第三件 就是今天要探究的 当年媒体很少报道 但民间疯传的 猫脸 老太太事件 这个事件呢 当年大致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说在哈尔滨的 到外去的农村 时间是95年的年底 因为家庭琐事 一个60岁的 陈姓老太 和儿媳妇吵架 一气之下 悬梁自尽了 当天晚上 在儿子 媳妇 和其他亲戚 守灵的时候 老太太自己养的猫 走了过来 朝老太太的尸体 喵喵直叫 已经死去的老太啊 猛的坐了起来 直接去拽 儿子的衣角 吓得一屋子的人啊 都四散逃命啊 家都没赶回 再过一天 据说有人看见 这陈姓老太太 在村里面堵住小孩 又撕又咬啊 半边脸 已经化成了猫的面容 花脸带猫须啊 时常有袭击 小孩的传闻出现 周围的村庄 学校 居民都十分的恐慌 大白天的都不敢出门 学校上 甚至还印发了 注意事项的小册子 大概过了三个月 被派出所民警啊 在一个废弃的小屋子里找到 并击毙 尸体啊 当场火化了 另一种说法啊 是这个事件发生在黑龙江 一个偏远的村庄 老太太姓程 还是儿子姓程 已经无法确认了 老太太因为家庭所事啊 自杀之后 当时就有一只黑猫 从尸体上跳过 老太太是当场复活 黑猫消失不见了 老太太当时的脸 就完全化成了猫的形状 尊门使小孩啊 下地当地的孩子 白天晚上都不敢出门 当地民警是大规模出动 几次都没有找到猫脸老太 一直到第二年 也就是1996年 才有大批的武警 把老太太围在一个村庄 身中多枪 行动仍是自如 最后由这个神枪手啊 当时啊 还没有这个狙击手 这个概念 给打中了后脑而死 这死亡的时候很奇特 这尸体自然 事情啊 才告一段落呀 整个事件呢 阴森恐怖之极啊 大江南北 是既有传闻 后来甚至拍成了电影 那么这真相到底是什么呢 几经周折呀 老杨在当地朋友的帮助下 辗转找到了一个 当时和猫脸老太太 同村的知情人 了解了事情的真相 这位知情人呢 是事件发生时 在哈尔滨道外 第二小学 五年级的学生 他的老家就住在哈尔滨道外区 95年的时候 他刚刚13岁 在哈尔滨道外 二小啊 读五年级 班上加上他 两个姓桥的女生 还都出落得十分的漂亮 所以熟识的人和同学 都叫他俩大桥小桥 因为这个原因呢 两人也成为 无话不说的闺蜜 而这个小学 恰恰就是那个发生了 安全小车子的学校 学生们呢 都住在附近的郊区农村里 大桥 也就是他的闺蜜 正好住在猫脸老太太那个村呢 当时老太太 悬梁自尽是真的 但是没有真正死亡 处于这个假死的状态 这点在小桥后来 读了大学时就想明白了 据大桥说呀 儿媳妇对老太太特别不好 张口骂 闭嘴打 老太太不堪淋辱 常常念到 要自杀什么的 变成厉鬼来锁命 而这孙姓儿媳啊 依照自己娘家有点小事理 他父亲呢 是邻村的村长 居家度日啊 十分的蛮行 老太太的儿子 也是胆小怕事的 不敢怒 也不敢言 当时发生这件事情的时间 是1995年的年底 天气已经很冷了 大约两三点钟的时候 儿媳妇又因为生活的琐事 对老太太是破口大骂呀 老太太一边嘟囔着 一边回到了自己冰冷的小屋里 儿子也不敢说什么 善善的向外走 去邻居大哥家串门去了 等他回来的时候 天色已经暗了下来 儿媳妇在外屋 不见老太太 他就问 妈呢 儿媳妇也没好脸色 说回屋就没动静了 儿子一边叫着妈 一边推开屋门 一开门 就发现自己亲生母亲 掉在了房梁上 赶紧扑上去捡下来 却发现身体已经冰凉了 儿子大哭大叫起来 村里的人都惊动了 纷纷赶来 一看事已至此 一边劝慰 一边帮忙准备灵堂 料理后事 一位老太太 平时就很迷信 生怕死后 儿子不管他 所以早早的 就准备好了 棺材和棉被 北方的习俗 老人去世后 棺材里面 又塞入棉被 塞的越多 来世越有福保 因此 后事料理的很快 当天晚上 灵堂已经放好了 把这个长明灯点上 儿子儿媳和亲戚 就开始守灵了 邻居来帮忙的 老大哥在帮着老太太换 手衣的手 发现老太太的手里握着东西 他也没多想 打开老太太的手一看 一手握着黑鱼尾 一手握着一块风干的猪尾骨 他当时就吓得 话也没敢说 直接就出了灵堂 打算赶紧回家 因为按照当地老人的说法 如果是去世前有冤屈的话 就握着这两样东西 这黑鱼啊 相当于肃壮 猪尾骨 相当于击骨鸣银的骨锤 再加上老太太 去世时舌头是伸出口腔的 这是要去阎王爷那里告状啊 如果阎王爷接了状子 就会派猫科动物来伸冤 所以当地啊 又有个习俗 是动物不能靠近去世的遗体 这邻居出门后一琢磨 也不对啊 这要是真来报冤 那不是四邻不安 虽然这儿子做的事啊 天怒人怨 但也不能弄得 大家都不安生是吧 于是他就返回灵堂 把儿子叫了出来 把这些一五一十的说给他听 做儿子的 本来就是又害怕又愧疚又悔恨 听这么一说 更是吓得差点坐在了地上 灵堂又不能离开人 他又没别的办法 只好又惊又怕的回屋 接着守灵 说话也是巧得很呢 他刚进屋 老太太以前养的一只大花猫 悄无声息的走了进来 绿盈盈的眼睛正好盯着他 吓得他一下就坐在了地上 大叫了起来 不管我事啊 不要找我 没等喊完 已经穿好兽衣 盖着棉被的老太太 猛地坐了起来 在昏暗的灯光下 老太的儿子 确信他看到了一张毛脸 而神帝 正是他刚去世的母亲 他大喊着 炸湿了炸湿了 第一个跑了出去 剩下的人 也惊慌失措 纷纷 纷纷逃出了灵堂 而这儿媳 早已是吓昏的 倒在了地上 后来 整个村庄 包括附近的村庄 都惊动了 儿子贱人就说 自己母亲炸湿了 被花毛附体 已经变成了猫脸人身 搞得是人人自危 户户不安 没几天 本村和邻村的大人 晚上不敢出门 孩子白天 都不敢自己上学 东北这地方啊 本来就迷信严重 就是现在 还是几乎 村村有神婆 乡乡有大仙啊 这儿子已经有点 疯疯癫癫癫的了 贱人就说 自己母亲 已经变成了 猫脸的怪物 从阎王殿 回来深渊了 这就是哈尔滨 猫脸老太太的 这个故事啊 其实呢 这个 还有一种传说啊 我觉得那种传说 是比较靠谱的啊 这个猫脸老太太呢 大家都知道 这个人死后呢 这个接触 这个动物的话 动物有生物电 可能会让这个人呢 有短暂的这个肢体啊 或者说这个 怎么样去动的 这种状态 然后由这个 衍生了一个事件 当时呢 其实真正的是 后来听说 这个是有一会儿 人贩子呀 这假装这个 猫脸老太太 这个邪恶作祟 然后啊 进行这个 抓小孩啊 做一些这个 不法的勾当 当然 这都是相互传说的 在这里呢 我相信 还是大家应该 相信文明 相信科学 当然 如果大家有 更多的知道 哈尔比毛脸老太太 真实一些事情呢 这个欢迎啊 在这个评论区下边 咱们一块来讨论一下 没准你的版本 是最真的呢 如果可以 一起把你的版本 让老杨来帮你 说给大家听 好的 听众朋友们 下集再见 我还要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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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